据环球网10月12日报道 朝鲜外务省网站11日 以正义必胜为题 刊载国际政治研究学会研究员 今日哲文章讨论涉项问题称 美西方借人权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散布各种谣言混乱新疆内部 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反对在国际舞台上的强权和支配主义 在维护国家领土和政治稳定的正义斗争 将一如既往获得世界进步国家和人民的全面支持和赞同 文章指出 最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 介绍了新疆的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白皮书显示 2020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1493万人 比1953年增加1048万人 接受大学教育人数 2010年人口10万人中 从1.613万人增加到1.6536万人 同时强调 新疆的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 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法比拟 白皮书还谴责境外反华势力制造新疆种族灭绝的谎言 欺骗国际社会误导世界舆论 要阻挠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文章痛批美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谈论 在新疆的强迫劳动 集体屠杀 宗教镇压 一意孤行国际调查 收拢乌切八糟的人 在作为维吾尔特别法庭上 极力制造对中国的制裁压迫气氛 美国和西方借人权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散布各种谣言 混乱新疆内部 其最终目的在于国际舞台上 孤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 破坏共产党的领导体系 以分裂瓦解中国 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正义和真相 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反对在国际舞台上的强权和支配主义 在维护国家领土和政治稳定的正义斗争 将一如既往获得世界进步国家和人民的全面支持和赞同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9月15日 朝中社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署名文章 批评美国公然干涉台湾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文章称防止国家的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属于中国的主权 安全领土完整问题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朝鲜人民反对美国的内政干涉和分裂活动 并在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将始终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